据休斯顿帕萨迪娜警方称 一名男子被指控试图绑架野幼少女而被捕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这里是美南国际电视 我是记者黄美子 今天在帕萨迪娜 警方逮捕了一名25岁的白人男子Chase 这名男子被指控为多次试图绑架少女罪 这名男子曾经在帕萨迪娜和Deer Park 多次搭讪少女 而且试图采取不轨行动 昨天警方已经将他逮捕 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 家里有女儿的华人朋友 请一定要注意安全 让自己的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讲话 被指控试图在休斯顿帕萨迪娜地区 绑架多名少女的男子 已于周三下午1点45分被捕 并受到指控 这名男子名叫Chase 25岁 他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绑架未遂罪 警方指控他试图通过拦住几名少女 并询问方向来引诱他们上车 该男子已经几次试图绑架少女 并用枪威胁少女顺从 他被指控在Deer Park 也曾经犯下过类似的罪行 当时一名女高中生正在独自步行去学校 该男子驾车尾随这名少女 并强行拉扯他说话 使得警员共同努力将这名男子拘留 我希望此拘留 在这中处口和声色 应该能够将指控的 稳重的